大家好 今天的话呢 给大家介绍会计英语的第三个专题 那么这个第三个专题的话呢 是资产减值 资产减值 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四个方面 这个考情分析 词汇的归纳总结 以及重点难点讲解和同步系统训练 为大家进行这个专题的介绍 首先的话呢 考情分析 那么考情分析的话 我们要注意啊 就是说这部分资产减值 这部分内容的计算 计算设计的是比较多的 那么从历年的专业阶段的考试当中 单独进行英语测试的话呢 是较少的 较少 但是呢 要注意也是单独的较少 但是由于这个内容是非常重要的啊 一个主观题的考点的内容 所以的话呢 它曾经是单独作为一个独立的这个主观题啊 来进行考察 那么大家在复习的时候呢 应该重点关注资产减值的计算 总部资产减值计算和商誉的减值的计算 那么首先的话呢 还是来看词汇啊 相关的词汇的归纳总结 第一个的话呢 是可收回金额 好 那么金额是什么 amount 金额是amount 那么前面要加一个形容它是可收回的金额 所以用一个什么 recoverable 那么able是一个表示可以怎么样的一个形容词的后缀 是吧 那么recover是收回 所以recoverable就是可收回的 再加了一起啊 recoverable amount 就是可收回金额 可收回金额 经济利益 经济是economic economic benefit 经济利益 economic benefit 简直测试 简直 impairment 就是简直的一个名词形式 我们知道前面啊 impaire impaire是动词 然后加一个后缀ment 表示名词了啊 impairement 简直的名词形式 测试是test 啊 所以加了一起这个短语 简直测试啊 impairement test 啊 简直测试 供应价值 价值是value啊 所以供应价值就是fair value啊 供应价值 处置费用 费用是expense啊 expense 那么处置是disposal啊 这是一个处置的名词形式 所以加在一起啊 disposal expense 处置费用 限制啊 present value 或者说current value啊 那么value是表示价值 是吧 那么present表示现在的啊 current也是表示现在的 所以present value或者是current value啊 都是表示限制 进额啊 金额也是amount 进的金额实际上是啊 所以前面加一个形容它的啊 形容这个金额是进的金额 是net 啊 net是个进的啊 所以net amount 进额 增量成本 成本是cost incremental 增量的 增加的啊 这是一个形容词啊 al啊 表示形容词后缀啊 incremental cost 啊 增量成本 搬运费 carriage expense expense是费用 carriage是 表示什么 搬运啊 所以搬运费啊 或者是直接一个这个trackage 啊 trackage就直接表示 搬运费啊 搬运费 所以你 你自己的习惯啊 你觉得这个expense 费用很好记 然后carriage也是很容易记的啊 你就记这个carriage expense也可以 或者是记这个新的词汇 直接trackage啊 trackage表示搬运费 可销售状态啊 marketable stage 啊 刚才说到 是吧 able是表示一个 可以怎么样的一个 形容词的后缀 是吧 所以market是什么 市场的意思 所以marketable是可以到市场上的 也就是可销售的啊 那么state状态 所以可销售状态 就是marketable stage 啊 marketable stage 可销售状态 啊 所得税 income tax 啊 所得税 折现率 比率是什么 一个rate啊 那么discount表示折现 啊 所以discount rate 啊 折现率 净现金流量 一个净的 还是刚才说到的 用net啊 net表示净的 啊 那么现金流量 cash flow啊 cash 现金 flow表示流动 啊 所以是 cash flow 就是现金流量 那么net cash flow 净的现金流量 营业利润 利润是 profit啊 profit 那么营业 operating 啊 operating 所以operating profit 营业利润 现金流出 啊 cash out flow 啊 流出去了 是吧 所以out 这个flow啊 表示流出去的流量 啊 现金流出 cash outflow 使用寿命 或者是使用期限 use for life 啊 use for life life表示寿命 而前面加个use 是使用的 是吧 所以useful life啊 使用寿命 投资活动 financing activities 啊 financing 表示投资的一个 动名词啊 投资 financing activity 活动 通货膨胀率 比率是 rate 啊 比率是rate 那么通货膨胀 是inflation 是吧 所以inflation rate 通货膨胀率 内部转移价格 价格是price啊 所以内部的是 internal 是吧 所以internal transfer 啊 internal transfer price 内部转移价格 啊 internal transfer price 啊 内部转移价格 账面的价值 账面的价值 价值是value啊 value 账面的啊 所以book value 账面价值 简直损失 损失是loss 啊 loss 那么简直 impairment 啊 所以简直损失 就是 impairment loss 啊 简直损失 商与 goodwill 啊 要注意啊 这个good 和will加到一起 构成了一个词 是商与了啊 goodwill 啊 商与 合并并购 merger 啊 merger 合并并购 merger 资产组 资产是asset 是吧 那么一组是group 啊 所以assetsgroup 资产组 生产线 production line 啊 production表示什么 生产的一个名词形式 是吧 那么后面加一个lan 啊 表示线 那么production line 就是生产线 业务的总类 business type 啊 业务总类 business type 啊 决策 这个是 一个做决策的这么一个短译啊 deceasing making 啊 deceasing making 那么我们说make decision 是做决策啊 deceasing making 就是一个动名词形式的啊 这个决策 随意任意 and will and will 啊 那么随意任意 and will 总部资产 总部是headquarters 吧 首脑啊 总部 headquarters assess 啊 总部资产 headquarters assess 分配分摊 a portion 啊 这是一个名词形式 啊 充底 charge against 啊 这个借词 against 就是充底什么 啊 啊 与什么存比例 或者是与什么相称 我们用一个 in proportion 比例啊 proportion是比例的意思 吧 所以in proportion to 就是和谁 是吧 存比例 和谁相称啊 in proportion to 被作为 或者是当做什么来看 我们用这个be treated as 啊 被作为什么 be treated as 啊 被作为当做什么来看啊 be treated as 可决定的 同样 able这个后缀 表示可以怎么样的 是吧 determine是决定的意思 所以determine后面加一个able 变成了一个形容词 可决定的啊 determinable determinable就是 可决定的啊 啊 折线的系数 factor是 表示什么 系数啊 factor是个系数 那么折线是 discount 啊 所以discount factor 啊 折线系数 固定资产 简直准备 provision for 啊 为什么做准备啊 provision 用这个介词 for 引出啊 为谁做的准备 imparment of fixed assets 啊 固定资产的 简直 准备 所以 provision for imparment of fixed assets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这部分的 重难点啊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资产减值的范围啊 scope of assets imparment 啊 那么资产减值的话呢 它是指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啊 要注意两个比较啊 可收回金额 低于账面价值 啊 这就是指资产减值 那我们要注意啊 就是这里的资产 除了特别的规定外呢 包括单向的资产和资产减 所以啊 the term impairment of assets 资产减值 reference to 啊 用到这个句型 是指什么呢 reference reference to that the recover amount 啊 可收回金额 谁的可收回金额呢 用off来表示它 off the assets 来修饰它啊 the recover amount of assets is lower than 啊 低于什么呢 lower than its book value 比它的账面价值低 啊 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 unless other one stated 啊 就除了特别规定外 the assets mentioned here 啊 我们这里提到的一个资产 include a single item assets and an assets group 啊 那么就包括单向资产和资产主 那么资产减值减值的话呢 适用于以下资产啊 the standard of assets imperment applies to the following assets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对子公司 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 长期股权投资 啊 我们落脚到哪里 长期股权投资啊 但是有限定就是这个长期股权投资 是指对子公司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 长期股权投资啊 所以首先啊 把这个重要的说出来 long-term equity investment 长期股权投资啊 long-term equity investment 啊 对应我们中文的就是长期股权投资 是对谁的话呢 用一个借词印啊 in subsidiary 子公司 associates联营企业 and joint ventures 和合营企业 啊 这就是对子公司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 长期股权投资 long-term equity investment in subsidiary associates and joint ventures 啊 这是适用的第一类啊 这个资产 第二个就是适用于采用成本模式 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investment property 投资性房地产 subsequently message using the cost model 啊 使用这个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那么 落脚于这个投资性房地产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说出来啊 investment property说出来 然后再把它的限定啊 subsequently message using the cost model啊 就是后续计量是按成本模式啊 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在后面来说 第三类固定资产包括 包括载件工程啊 fixed assets 包括用一个including including construction in process 包括载件工程 那么第四类的话呢 就是这个生产性的生物资产 生产性的生物资产 productive 生产性的 productive biologic assets 生产性的生活资产 第五个的话呢 是无形资产 intangible assets 无形资产 第六类的话呢 是商誉 goodwill 商誉 第七类适用于这个 碳明石油天然气矿区权益和井 及相关的设施 所以rights and interests of proof 已经看名的 所以这个是形容词 approach to petroleum and natural gas mining areas wells and related facilities 以上的话 那么以上这个资产计题的 这个简直损失的话呢 我们说一经确认 是在以后期间是 不得转回 我们国家的这个资产减值 准备要求是 以上资产计题的简直损失 一经确认在以后期间呢 是不得转回 只有在处置时呢 才能够转出 所以once 一旦 这个易经 我们用这个对应的once once the above impairment losses are recognized 一旦被确认 they should not be reversed 不能够转回 in future accounting period 不能在以后的期间呢 转回 and would be transferred out upon disposal 是在处置的时候 转出 好 这是范围 适用范围 第二个考点的话呢 就是关于这个 可收回金额的计量 那么资产存在简直 现象的就应该估计 它的可收回金额 所以the recoverable amount 可收回金额 recoverable amount 谁的可收回金额呢 用off来修许它 off the assets 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should be estimated 应该被估计 什么时候呢 when when there is when there is some indication that the impairment has occurred 就是当这个资产 存在着 简直迹象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应该 估计它的 可收回金额 那么可收回金额的话呢 应当根据资产的 供应价值 减去处置费用后的 净额 于这个资产预计 未来现金流量的 限值 两者之间 较高者确定 要注意这是 两者之间的较高者 来确定 可收回金额 so the recovered amount of the assets should be determined in light of the higher one 按照 in light of the higher one 的高者 谁的呢 在用off the net amount of the fair value of the assets minus the disposal expense 这是一个 从这个off开始 都是来修设 这个进额的 就是 供应价值减去 处置费用后的 一个进额 这是一个 and the current value 和什么呢 和限制 和这个 谁的限制呢 of the expected future cash flows of assets 和资产的 预计 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 这 实际上就是 一个是净值 一个是限制 这两者之间的 较高者来确定 可收回金额 所以 这是 the recovered amount of the assets should be determined in light of the higher one of the net amount of the fair value of the assets minus the disposal expense and the current value of the expected future cash flows of the assets 好 那么具体的话呢 首先来看 资产的供应价值 减去这个 处置费用后的 进额的一个估计 estimation of the net amount of the fair value of the assets minus disposal expenses 那么资产的供应价值 减去处置费用后的 进额 通常反映的是 资产如果被出售 或者处置时 可以收回的 进的现金收入 the net amount 就是刚才说到 the net amount of the fair value of the assets minus the disposal expense 到这里 expense都是来修饰 这个net amount 金额的 usually means that 这个金额 通常是意味着什么呢 the recovered net cash inflow 意味着就是 可收回的 进现金收入 是从哪里呢 from the seal or disposable assets 是由于出售或处置 可收回的 进米现金收入 那么处置费用的话呢 是指 可以直接归属于 资产处置的 增量的成本 包括于这个资产处置 有关的法律费用 相关的税费 搬运费 以及的话呢 为了使得这个资产 达到可销售状态 所发生的 直接费用等 但是呢 要注意啊 就是财务费用 和所得税费用等 是不包括在内的 so the disposal expense 处置费用 mean the incremental cost 意味着是一个 增量成本 attributed to the disposal of assets 是直接归属于这个 资产处置的一个 增量成本 and should include irrelevant 就应该包括什么呢 legal 相关的 legal expense 法律费用 relevant taxes 相关的税费 trackage 搬运费 就是我们刚才讲 词汇的时候 总结的 还可以用什么 carriage expense 就看你熟悉哪个了 或者直接这个 trackage 搬运费用 以及呢 as well as 以及 the direct expense 直接费用 什么样的 直接费用呢 就是 为了使得资产 达到可销售状态 所发生的 直接费用 所以 后面来接 来修饰这个 直接费用 for the direct expense for bringing assets into marketable stage 使它达到 可销售状态的 这个 发生的 直接费用 but 但是 financing costs 财务费用 and income taxes are excluded 不包括 所以是用一个 被排除在外 不包括在内 excluded 第二个方面就是 资产预计 未来现金流量的 一个限制的 确定 present value of expected future cash flows of the assets 那么 资产预计 未来现金流量的 限制 它是应该按照 这个资产在 持续使用过程中 和最终处置时 所产生的 预计的 未来现金流量 选择一个 恰当的 折现率 对其呢 进行这个 折现后的 金额来 予以确定的 所以 the present value 限制 谁的限制呢 用of来修饰 of the expected future cash flows 这是一个 就是预期的 未来现金流量 的限制 而且是谁的呢 of the assets 资产的 资产的预期 未来现金流量 的限制 所以 第一个of 是修饰 这个 present value 第二个of 又是修饰 前面这个 cash flows 资产的 限制量 那么 主语 还是在 present value 限制这里 然后 这个未语的话 就要用 被动态来 should be determined 应该被确定 按照什么呢 by the discounted amount with an appropriate discount rate 这个 采用适当的 折线率 对它进行 折线后的 金额价位 确定 是基于什么呢 on the basis of the expected future flows generated during the continual use or final disposal of assets 是按照这个 资产 在持续使用 过程中 和 和最终处置时 产生的 预计的 未来现金流量 那么这个预计的 资产的 未来的 现金流量 包括什么 应该包括的 内容呢 我们总结一下 the expected future cash flow of the assets should include falling items 应该包括 下面这些内容 一个的话呢 就是这个 资产持续 使用过程中 预计产生的 现金流入 cash inflow 现金流入 the cash inflow generated 产生的 在什么时候 产生的 during the continuous use of assets 是在 资产持续的 使用过程当中 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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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金流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 为了实现 为了实现 这个资产持续 使用过程中 产生的 现金流入 所必须的 预计的 现金流出 包括这个 为了使得 这个资产 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 所发生的 这个 现金流出 所以 the second is the necessary 必须的 必要的 the necessary expected cash outflow 现金流出 是为什么呢 for for realizing cash inflow 是为了 现金流入 什么样的 现金流入呢 generated during the continuous of assets 是在 资产持续 使用过程当中 产生的 现金流入 所以这是 所必须的 这个 现金流出 包括什么呢 including cash outflow for the bringing assets to the expected condition for use 就是 包括为了 使得资产 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 发生的 现金流出 第三个 是资产 使用寿命 结束的时候 我们处置资产 所收到 或者是支付的 净现金流量 and end of 在 使用寿命 结束的时候 在这个 end of the use of life 使用寿命 结束的时候 the net cashflow 净现金流量 received or paid for the disposable assets 是因为 处置 所收到 或支付的 净的 现金流量 那么预计 这个资产的 未来的 现金流量 时候呢 应该考虑 以下的因素 to predict 预计 什么 预计 predict 预测 predict the future cashflow the enterprise should take the falling factors into consideration take something into consideration 予以考虑 是吧 那么就是 要把下面的 这些因素 予以考虑 take the falling factors into consideration 那么要考虑 一个就是 以资产的 当前状况 为基础 以资产的 当前状况 为基础 预计这个资产的 未来的 现金流量 so expected future cashflows 预计 未来的 现金流量 of assets should base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assets 就是我们 预计 未来的 现金流量 应该基于 当前的 资产状况 也就是 以这个 当前的 状况 为基础 预计 资产的 未来 现金流量 然后第二个 就是预计 这个资产 未来 现金流量 不应当包括 筹资活动 和所得税 收付 产生的 现金流量 so the expected future cashflow 预计 现金流量 should not include 不应该包括 should not include the cashflow generated from financing activities or the cashflow related to the received or payment of income tax 或者是 和所得税 收付相关的 都不应该包括 第三个要考虑 就是 对于这个 通货膨胀因素 的考虑 那么对于 通货膨胀因素 的考虑 应当是和 折现率 相一致 so the cancellation 考虑 to the inflation rate 就对于 折现率的考虑 should be same as the discount rate be same as 和什么一样 就应该和 这个折现率 是一致的 第四个要考虑的 就是 内部转移价格 那么内部转移价格 的话呢 是应当予以调整 内部转移价格 应当予以调整 the internal transfer price 内部转移价格 should be adjusted if necessary 必要的时候呢 要予以调整 我们要点提示啊 就是 外币的 外币的未来的 现金流量 是按照 以下的顺序的话呢 来确定这个 资产未来 现金流量的 限制的 so for the future cash flow of a foreign currency 对于外币的 现金流量 the present value of the estimated future cash flow of the assets should be determined in the following order 就应该按照 下面的顺序 来确定 资产未来 现金流量的 限制 首先的话呢 就应当以这个 该资产所产生的 未来现金流量的 结算货币为基础 预计其未来 现金流量 并且呢 按照 该货币 适用的折现率 来计算 资产的 限制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英文表说的时候 是稍微的 这个 调整一下语序 是吧 我们把就是最后 我们最后算出来 应该计算 这个资产的限制 现在把它 先拿到前面来了 资产的限制 the present value of the assets 这个重要的东西 我们先把它 说出来 作为主语了 是吧 the present value of the assets 资产的限制 is calculated with the discount rate 按照一个 折现率来计算 而且这个折现率 是什么呢 applicable 适用于 to this currency 按照该货币 适用的折现率 计算资产的限制 而且是什么呢 on the basis of 基于 是吧 那么 也就是前面讲了 以什么什么为基础 预计其未来现金流量 是吧 所以on the basis of the settlement currency of the future cash flow 是吧 就是 这个未来现金流量 结算货币为基础 that is estimate to be generated from assets 而且是 以该资产所产生的 未来现金流量的 结算货币为基础 所以这是第一步 第一个 第一个顺序 然后的话 我们是要将 该外币限制 按照计算资产 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当日的G7汇率 进行折算 从而的话呢 折现成这个 按照这个 记账本位币 表示的资产 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 那么接下来就是 同样还是什么 限制 present value 这个把它先说出来 作为主语 所以 所以 the present value of the foreign currency should be converted to the present value of the future cash flow of the assets based on the functional currency and the storage of the date when the present value of the future cash flow of the assets is calculated 那么就是将这个 外币的限制 这个 present value 限制 of the foreign currency 就是该外币的限制 那么should be converted 要转换成 折算的话 是按照什么呢 按照这个 计算资产 未来现金流量限制 当日的G7汇率 进行折算 好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 这个计算题 来看一下 刚才讲过的 一些内容 在题目当中 如何去运用 那么甲公司的话呢 唯一一个物流企业 经营国内 国际货物的运输业务 那么由于它拥有货轮的话呢 出现了简直的迹象 那么甲公司的话呢 是于某八年的 12月31号 对其进行了简直的测试 那么相关的资料如下 一个的话呢 就是这个甲公司 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国内的货物运输的话呢 是采用人民币结算 国际的货物运输的话呢 是采用美元的结算 那么货轮的话呢 是采用年限平均法 计算折旧 预计使用20年 预计呢 净产值是5% 2098年12月31号 货轮的账面价值的话呢 是人民币38000万 那么以记记折旧的话呢 是人民币这个 27,075万 账面价值是人民币 10925万 货轮的话呢 已使用15年 上课使用5年 甲公司呢 你继续经营使用货轮 直至它报废 第三个资料 就是甲公司的话呢 将这个货轮 是专门用于 这个国际的货物运输 那么由于国际货物运输业务呢 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较大 甲公司的话呢 预计货轮 未来5年产生的禁限制流量 那么假定 使用这个寿命结束时呢 处置货轮 产生的禁限制流量为0 有关限制流量呢 均发生在年末 从而的话呢 估计这个禁限制流量 未来5年的 如下表手势 就是估计了三种情况 业务好的时候 那么20%的可能性 业务好的时候的这个情况 以及业务一般的时候 可能是60%的可能性 还有就是业务差的时候呢 20%的可能性的 就是每年年末的 这个限制流量的估计 如下 如这个表 第四点的话呢 就是由于这个不存在活跃市场 那么假公司的话呢 无法可靠地估计 这个货轮的供应价值 减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第五个资料就是 在考虑了货币时间价值 和货轮的特定风险后呢 假公司确定 10%是这个 人民币适用的折线率 确定这个12%的话呢 是美元的折线率 那么相关的这个 复利的限制系数 也给出大家 便于其计算的折线 计算这个折线 好 第六个资料就是 二零某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号的汇率 是一美元兑6.85元人民币 假公司的话呢 预测以后 各年末的美元汇率如下 第一年末呢 是一美元兑6.8元人民币 然后第二年末呢 一美元兑6.75元人民币 第三年呢 末是一美元兑6.70 那么第四年末呢 是一兑一美元兑6.65元人民币 第五年末的话 一美元兑6.6块 那么要求啊 要求的话 第一个就是要使用这个期望现金流量法来计算货轮的未来五年每年的限定流量 那么是采用期望现金流量法 我们要把三种估计的可能性 分别去成了 所以的话呢 使用这个期望现金流量法计算货轮未来五年每年的限定量啊 第一年的话是就是根据他给出的 回过去看一下啊 给出的这个资料 业务好的20%可能性 业务一般60%可能性 业务差20%可能性 分别乘以这个流量 所以的话呢 算出来分别啊 第一年算出来是380万美元 第二年的话呢 算出来是342万 第三年是324万 第四年354万 第五年的话呢 计算出来是372万 所以如果我们用英文表述的话 也很简单啊 Calculate 计算 Calculate the Friday 或是annual cash flow 每年的 for next 5 years using the expected cash flow message 期望限定流量法 Expected cash flow message So cash flow in year 1 用英文表述 实际上就是这里 是吧 Cash flow in year 1 然后后面你都可以直接什么 Copy过来 只要把year 2把这个年代换一下而已 把前面的表述都是一样的 Cash flow in year 就是第几年的这个现金流量 然后计算和刚才中文的计算是一样的 计算出来 只是要注意啊 就是货币的计量单位 因为这个我们中文是万美元 是吧 那我们计算的时候呢 最后到这里直接是美元的话啊 就是那么就要把这些数字都写出来 好 这是这个第一个要求啊 就是使用这个期望限定流量法 计算货轮未来五年的限定流量 然后第二个要求啊 那么第二个要求的话呢 是计算这个货轮按照记账本位币表示的 未来五年限定流量的这个限制啊 并且呢 确定它的这个可收回金额 Calculate 要求就是Calculate President Value 计算这个限制 for the next five years using a functional currency 啊 记账本位币 functional currency and determine the recoverable amount 啊 并且确定它的可收回金额 啊 所以按照这个记账本位币表示的 未来五年的限定流量限制 我们就分别要去 是吧 就根据我们刚才算的啊 期望限定流量 每年算出来这第一个啊 算出来的 是吧 然后乘以每年的这个估计的汇率 以及呢 乘以这个折现的系数啊 从来算出来一个限制啊 所以用英文的话一样的啊 using the functional 记账本位币啊 using the functional currency the present value 啊 for the expected future cash flows of the next five years 啊 就是未来五年限定流量限制 等于什么啊 计算是一样的 是吧 最后得到啊 这个结果 那么是万元啊 人民币啊 所以是10,000元 啊 人民币的二元 然后呢 计算这个可收回金额 吧 所以的话 我们说要计算这个可收回金额的话呢 就是 由于这个 无法可靠估计 货轮的供应价值减去 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反映我们可收回金额是 一个是这个 供应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另外一个是刚才 未来限定流量限制 两者当中的高则 吧 但是呢 由于这里啊 无法可靠估计 货轮的供应价值减去 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所以其可收回金额 就是 未来限定流量的限制 啊 这个数字 啊 所以 解释一下啊 the net amount arise from the fair value less cost to sell is not reliable by estimate 啊 不能够可靠的估计 是吧 so 因此啊 所以啊 so so the recovered amount is the trend value for future calculators 所以 可收回金额 就是未来的限定量限制 啊 这个刚才算出来的 好 第三个要求是 要计算这个货轮 应该计题的 减值准备 并且呢 编制这个相关的 会计分落 啊 所以calculate the provision for the impairment of the fighter and prepare relevant journal entry 吧 然后编制这个相关的 会计分落 那么 货轮的账面价值 是10925万 可社会金额 啊 刚才算出来了 8758.46万 啊 所以这个应该计题的 简直 金额就是 他们两者的差额是 2166.54万元 啊 所以 the book value 啊 用英文表述 the book value of the fighter is啊 那么 and the recovered amount is啊 可社会金额 有多少 so the provision 啊 so the provision of impairment amount 啊 所以相应这个 应该计题的 减值金额呢 should be recorded as 啊 就应该是 这个差额 金额 好 那么相应的 分落 啊 分落就是 借记这个资产减值损失 代记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啊 按照刚才的金额 所以general entry debit emparment loss 资产减值损失 啊 emparment loss and credit provision for emparment of fixed assets 啊 固定资产的 减值准备 啊 provision for emparment of fixed assets 第四个要求 那么第四个要求是 计算这个货轮 20某九年 应该计题的 择救 并且呢 编制这个相关的 会计分落 吧 那么 因为这个使用 寿命结束时呢 处置货轮产生的 进行性能量为零 所以它的净残值呢 可以判断为零 啊 那么20某九年 应该计题的择救呢 就是 用刚才算出来的 这个8758.46除以5 啊 这就是 残值可以被确定为零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 它使用寿命末的时候 进行性能量为零 啊 所以相应的话呢 我们这个 就是啊 这个 这个二零某九年的啊 这个情况 会计分落啊 所以会计分落啊 所以会计分落的话 我们就借记组营业务成本 代记累计择救 啊 所以 genial entry debit costal sales from principal activities and credit accumulated depreciation 啊 累计择救 再来看第三个考点啊 就是 关于这个资产组的认定啊 及其这个简值的处理 determination of assets group 啊 资产组的认定 and treatment of impairment 啊 以及它的简直处理 那我们说这个资产组啊 资产组是企业可以认定的最小的一个资产组合啊 资产组合 那么其产生的现金流入的话呢 应当基本上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是资产组啊 所以它的一个特点就是产生的现金流啊 现金流入呢 应当基本上独立于其他的资产或者资产组啊 so assets group reference to 啊 smallest 组合 combination 什么的组合呢 of something from it should be independent of other assets or assess group 那么资产组是否啊 就是能否独立产生现金流入 这个是认定资产组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啊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讲的时候也强调了这一点啊 那么 the most critical factor 最关键的因素 是吧 the most critical factor of identifying assets group is whether or not 是否 吧 whether or not to create cash inflow independently 啊 是否能够独立的产生现金流量 吧 所以是鉴定流入啊 所以是这个是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啊 认定资产组的最关键的一个因素 那么资产组的认定的话呢 我们应当考虑啊 就是一个是企业管理层啊 对这个生产经营活动的管理或者是监控方式 啊 就如果是按照资产线业务种类啊 还是啊 比如说你是按照资产线啊 还是按照业务种类 还是按照这个地区还是区啊 这个是要考虑的第一点 就是资产组的认定啊 就是企业管理层对资产经营活动的管理或监控方式 第二个的话要考虑的是这个对资产的持续使用 或者处置的这个决策方式 啊 so the following factors should be considered for recognition of assets groups 啊 就是在确定这个资产组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以下的情况 啊 因素 the first one 啊 第一个因素就是 is how managers manage the production and business activities 啊 第一个因素就是管理层如何去管理他的生产 基因活动 啊 for example 比如说 based on the production line 啊 基于生产线 business activity 业务种类 or based on region or location 啊 或者还是 按照这个地区还是区域的 是吧 and the second factor 啊 第二个因素 is the mode of decision making 决策方式 啊 deceit making 我们在讲词汇的时候总结过 是吧 这就是决策的一个名词啊 啊 呃 那么 deceit making the mode of decision making 就是决策的方式 吧 on continue use or dispose of assets 啊 就是对于是持续持用啊 还是处置的这个决策方式的 啊 这是资产组的认定啊 应该考虑两个因素 那么资产组啊 已经确定后 在各个筷子期间 是应当保持一致 不得随意变单的啊 这里要注意 所以 一经确定用哪个词会引出 once啊 就是我们用过很多次了 是吧 once an assess group is recognized 啊 一旦 也就是一经啊 这个确定是吧 就是资产组一旦被确认了 it should be kept consistently 应该保持一致啊 be kept 啊 这是用be kept啊 就是用被动态啊 be kept consistently 要被保持一致 during different accounting period 啊 在各个期间 在不同的会计期间 保持一致 吧 and not change and will 啊 不能够什么 随意的变单 吧 所以and will是什么 随意的意思啊 所以not be changed and will 不能够随意的变单 那么资产组或者是资产组组合的 可收回金额 低于它的账面价值的 那么是应当确认相应的 减值损失 啊 so will the recovered amount of assess group or combination of assess group 这个 recovered amount 啊 后面都是来修饰它的 啊 一直到这个group 第二个group啊 就是资产组或者是 资产组合的一个 可收回金额 是吧 is lower than 啊 lower than its book value 啊 当它的可收回 资产组或者资产组 组合的可收回金额 低于其账面价值 the corresponding 啊 相应的 the corresponding imparment loss 啊 那么相应的 简直损失 should be recognized 啊 就应该被确认 啊 那么总部资产和 商誉啊 分摊至 某资产组 或者是资产组 组合的 那么该资产组 或者是资产组 组合的账面价值 就应当包括 相关总部资产 和商誉的分摊额啊 啊 so where the headquarters assets 啊 总部的资产 and a goodwill 啊 以及商誉 apportionate 分摊到啊 apportionate to 分摊到哪里 是吧 so to a certain assess group or combination of assets group 啊 分摊到某个资产组 或者是资产组组合的 啊 那么 账面价值就应当包括 分摊额啊 啊 这是这个组语 啊 这个组干 是吧 应当包括分摊额啊 所以 the book value 谁的账面价值呢 of the assets group or the combination of assets group 这是修饰这个book value的 啊 然后should include amount 就应该包括这个金额 什么金额呢 the relevant assets of the headquarters and goodwill that have been apportioned to 啊 就是 总部资产和商誉 分摊过来的啊 啊 这个金额 那么相应的这个 简直损失的金额的话呢 就应该按照这个 以下的顺序啊 来进行分摊 啊 the impairment loss 啊 should be apportionated 分摊啊 be apportionated 啊 in the falling order 啊 按照以下的顺序啊 就in falling order 啊 那么一个的话 就首先我们要 抵减这个分摊至 资产组宗 商誉的账面价值 啊 所以首先 落脚到抵减一个 账面价值 谁的账面价值呢 是商誉的 而这个商誉是什么呢 是分摊到资产组宗的 商誉的账面价值 是吧 所以first啊 first charge against 抵减什么啊 用一个charge against charge against the book value 对吧 所以首先把这个 book value说出来啊 the book amount 谁的呢 of the goodwill 啊 商誉的 而且这个goodwill是什么呢 which is apportionated to the excess goods 啊 就是这个商誉 是分摊到这个 资产组宗的商誉 对吧 所以这是首先啊 抵减分摊至资产组宗 商誉的账面价值啊 我们是first charge against the book value 啊 the book amount of the goodwill which is apportionated to the excess group 好 这是第一个 首先分摊 然后的话呢 根据 资产组宗 除了商誉之外的 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所占的比重 按比例 抵减其他各项资产的 账面价值 啊 所以 最终还是落脚到什么 一个账面价值 这里来 是吧 所以 then charge against the book value 是吧 所以仍然是charge against the book amount or the book value 谁的呢 of 来修饰啊 of other assets 是其他各项资产的 账面价值 是吧 这是 第二个 我们要抵减啊 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但是呢 是什么 按比例比抵减 所以用一个 in proportion to 按比例啊 in proportion to the weight 而且这个按比例 是什么呢 是按一个什么比重呢 the weight of other assets in the excess groups with the goodwill included 是吧 而且是按照这个 其他资产 在资产组当中的比重 按比例的去抵减 而且这个 呃 是排除掉什么呢 就是 商与之外的啊 所以 with the goodwill excluded 商与是被排除 在外的 好 这是 按照这个 顺序分摊的话 第二个 啊 第二个 那么 以上这个资产账面价值的 抵减的话呢 是应当作为 各单项资产 包括商与的这个 减值损失处理 进入当期的损益的 啊 so the charges against book-mounted assets bomb treated as 啊 要被作为什么 啊 be treated as the empowerment loss of the assets including goodwill and recorded as profit or loss of current period 是吧 进入当期的损益 那么 抵减后的啊 抵减后的啊 抵减后的这个 各资产的账面价值的话呢 是不得低于 以下三者当中的 最高者啊 啊 这个稍微有点 绕啊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首先 是不得低于 啊 啊 那么就说 这个抵减后的这个账面 各资产的账面价值 是不得低于什么呢 不得低于下面 三者当中的最高者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 该资产的供应价值 减去处置费用后的进额 啊 那么如果是可确定的话 一个的话呢 就是该资产预计 未来限定有样限制 啊 如果是可确定的话 然后第三个 第三者就是零 是吧 也就是要至少 抵减后的各资产的账面价值 是不得低于零的 是吧 但我们来看啊 下面三者当中的 高者啊 最高者 是不得第一 最三者当中最高者的 好 那么 the book value 啊 足语就是 the book value 账面价值 是吧 谁的呢 of each assets after charging against 是吧 就是 在 抵减后的 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啊 should not be lower than 不应该低于 the highest one 不应该低于 the highest one of the falling strain 不应该低于 下面三者当中的 最高者 是吧 这就是我们英文去表说 啊 一样的意思 是吧 那么 抵减后的 各资产的账面价值 不得低于 以下三者之中的 最高者啊 就是 the book value of each assets after charging against should not be lower than the highest one of the falling strain 啊 那么一个就是 net amount of fair value of the assets miner disposal expense 啊 if determinable 啊 如果可以确定的话 第二个就是 current value of the expected future cash flows of the assets 啊 if determinable 啊 第二个就是 该资产预计 未来现实量的限制 啊 如果可确定的话 那么第三者 就是zero 那么因此而导致的 未能分摊的 减值损失金额 啊 因为这有个限制 是吧 所以的话呢 这样有一个 可能会导致的 这个未能分摊的 简直损失金额的话呢 应当按照 相关资产组中 其他各项资产的 账面价值所在比重呢 进行分摊 啊 so the amount of imperment loss that cannot be apportioned incured thereby should be apportionated on the basis of the wage of the book value of other assets in the relevant assets group a t the